近两年重心放在舞台剧上的张信哲 趁着空闲之余筹备新专辑空出来的时间 12月3日为新专辑举办发片记者会 与他在新专辑当中合作的肖黄旗也特别现身助阵 今夜顺势宣布加盟行动家 张信哲近来迷上开轻航机 行动家老总大手笔送价值400万的轻航机 当发片鹤里 今先拿模型机拍照过瘾 因为跟林总是同学 所以其实一直都会跟他聊说我最近在干嘛 然后邀请他一起去骑马一起去开飞机 然后一直在计划就是说 还在选择那个机型 就是说到底要买什么飞机 因为我现在还在学教练机学飞的阶段 那想说等到飞行时速够了以后 就开始真的用心的来找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 那没想到他就真的把这些都记在心里 就送来了 真的有这种同学还真不赖 其实张信哲不只学开飞机 甚至学骑马 而今年45岁的阿哲已经到了中年阶段 坦言自己也有中年危机 虽然体力不如以前 但心理上的收获却是比值钱多 张信哲单身多年 多少会因为身旁没伴而感到寂寞 最近又遇好友离婚 被问是否想找另一半 他则表示在等待有缘人的出现 当然要啊 当然要 这个部分我还没有完全放弃 只是说 他未必会是 这么 外放的让大家 马上就知道 我觉得还是 给自己一点空间比较好